刘鹤的美国行,很关键聚焦中共三大问题,据中共商务部本稍早表示,应美国方面邀请,刘鹤副总理将如期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,举行中美经贸问题高级别磋商。 中共官方消息说,为共同推动落实双方元首重要共识双方经贸团队,一直保持联系。眼下正在加紧救磋商的有关安排,进行密切沟通。 美国媒体指此次美中谈判很关键,聚焦中共三大问题技术转让经济歧视政府支持据自由亚洲报道。 中共最高经济官员刘鹤,下周将到华盛顿,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谈判。 焦点将为美国要求中共对经济政策,进行三大结构性改变。 据英国金融时报、中文网星期五报道,美中贸易谈判,现在来到关键时刻。 双方的贸易谈判,还剩一个月时间,达成协议否则,将面临新一轮关税升级。 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,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晚宴上,启动谈判以来。 两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及中国大陆增加进口美国商品,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。 但这只是两国经贸紧张关系中的次要方面,美国要求中共对其许多经济政策进行结构性。 改变包括攫取美国知识产权,歧视美国公司,以及北京对某些行业的大次政府补贴。 报道说如果这些问题,在今后一个月内,不开始处理很难想象,美方会签署任何协议。 但对北京来说除非基本,放弃当前的中国经济模式,则几乎不可能满足美方的要求。 感谢橋。